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跟大家谈一个话题 为什么悉尼华人在枝叶的时候 这么多人选择山区 就是悉尼的huse console 经常有人问 说我200多万的预算该买哪 网上的留言底下很多人都会说山区 但是山区这块我又很少讲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一下 说山区这个话题 如果最近大家有关注身边谁去买房子 你会发现青色他们几乎都是在看山区的房子 尤其他的预算是在250万或250万以下 这个预算的时候就很少有人再去看什么内息 或者甚至是南区 除非他一直住在那个区 很多的话都会去看山区 为什么现在huse console huse share这个地方现在这么火 我分析了一下 因为根据我们华人的需求 当我们的预算在250万或250万以下的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选择山区 我们华人之夜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它是各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我来澳洲比较早已经20年了 在我眼里最开始的时候觉得huse那块就是农场 荒芜人烟的地方 但是现在已经建设的是非常不一样了 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华人会选择huse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先捋一下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华人在之夜的时候 普遍是需要买四房到五房的房子 最好是五房 因为我们这边华人我看很多家庭都是生二胎 对不对 然后我们华人的话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一旦生孩子之后 就会把岳父岳母叫过来 或者是南方的爸爸妈妈叫过来 然后帮你去带孩子 这个在外国人当中就不是很普遍 所以当把岳父岳母叫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了三室同堂 所以我们对这个空间的需求 就进一步不能妥协了 很多区域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买房子的时候 三房很便宜 四房五房就非常贵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Ride这边看房 North Ride 你看一个三房的板房 最便宜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卖过两百万 出头就有 但是你一下变成四房 甚至五房的时候 一个大的房子 说专房的时候 这个价格就是两百六 两百七的加上去 包括Inner-West也是一样 你去搜索Inner-West 就是内西区 什么Five Dock Abus 4 然后Russelli这些区的话 你搜索三房 你会发现三房的价格很便宜 一旦多一个房间 四房面积变大了 就几十万的差距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的很多区的房价便宜 只是它是一个三房 一旦是四房五房的时候 这个价格就很高 而且很多房子还是没有装修过的 比如说像内西 很多房子都比较旧的房子 需要你自己去装修的房子 但是Hughes不一样 因为Hughes这个区域的话 建设比较晚 开发的比较晚 而且能搬到Hughes这边的人 普遍都是家庭 所以这个区域的话 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为家庭去着想的 所以这个区域造的房子 普遍都是四房和五房 三房反而比较少 三房或者两房让你闹个档 rebuild的比较少 都是那种成型的四房到五房 而且很多的房子的话 它的建造日期 差不多都是在20年以内 所以房子其实是一种 就是说不能说是半次新 但是拎包入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多老的区的话 找拎包入住的房子是非常难的 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一些 所以从空间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天生就会被山区所吸引 因为你要找四房到五房 而且是拎包入住的 这个你去南区也是一样 南区的话也是四房到五房少 有些四房五房要不就是推倒重建的 要不就是比较旧的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这是一点 就是悉尼其实没有人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三房两房就是house很便宜 但变成四房五房家庭能住 价格就上来了 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当你的预算是在250万和250万以下的时候 普遍来说的话 你是送不起这个孩子去死里学校的 当然我不排除 就是说有些人他买250万的房 他可以送孩子去死里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预算在250和250以下的人 他是没有钱把孩子送死里的 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会对功效有一定的需求 最好当地的功效 小学和中学都不错 那基本hills又满足这个需求 但是hills满足这个需求的话 主要是hills的老区 比如说你像新区 像什么凯利威尔 Russell Hill 什么North凯利威尔 这种就是不满足 但是像什么Castle Hill Cherry Broker 还有什么West Panda Hill 这种就是说 就是老的hills区域 他是满足这个需求 其实满足这种当地公立小学 和公立中学都很好的区域 其实非常的少 不是说所有区域都是能做到的 像下北的话 主要是下北右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上北 东区的话是上东区 主要是上东区那一部分 然后Ride的话 就是Ride也可以 就是说其他区域的话 像内袭的话 主要是靠私校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当你空间和面积 不能妥协的时候 三室同堂 加上有孩子 再加上你对学校要求的时候 你的预算还在250万以下的话 基本上山区就成你必然的选择 那华人当中的话 就是说买250万房子的话 就是人的话 我见过普遍是这两种人 一种人是父母家里给钱 但是本身在这边是打工族的人 打工族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对选择Hills有一定的离处 但是自从山区这边有个火车 有个快速这种巴士 可以到这个市区以后 这批人就基本上是OK 就是觉得也可以买在山区 而且是在家工作 所以就等于说 在上一波的话 这批人就全部杀到山区去了 以前住在山区的话 主要是那种做小生意的人 就是自己做小生意 他不一定非要顾定早久玩午 现在的话就住山区 自从去年新闻疫情 大家说可以在家工作的时候 这批这种普通的打工族 他也去了这个山区这边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山区的话 你的Gate普遍要大一些 就是说房子看的比较气派 钱宽普遍是20 钱宽越宽的房子 越气派越宽敞 你知道就是说在很多区域的话 就是比如说像Ride 现在15米钱宽 就可以建这种Duplex 以前是20 所以我们这边就很少有那种 就是独立的一个大house 然后钱宽是20 然后还没有被拆了建Duplex 基本都已经被拆完了 除非这个房子是重新盖的 翻新的也非常好 就是这种资源就比较稀缺 然后有的区域的话 就是天生的房子比较小 比如说像内西区 比咱们举个例子的Ashville 普遍的房子钱宽就是10米 或者12米 15米以下 都是15米以下这种东西 所以当你就是说 对房子看起来气派宽敞的时候 那山区也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山区不能建Duplex 就是这个房子 它不能拆个就再建两套 它如果建两套 肯定就现在就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所以当你要大房子 当你要就是说 当地的学区比较好的时候 就只能去山区了 然后再加上的话 就是Custle Hill这边 就是中国人的商链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住在山区买东西也是更方便了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山区为什么就会成为 我们的华人的第一选择 就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当然很多人是喜欢 还有一部分是选了上北 上北其实就是山区的一扩大版 教育资源和居住空间的一个需求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三世同堂加上这种教育资源 所以我对未来山区这个区域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区域的话 我其实比较喜欢Baga Vista 我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说像Custle Hill Cherry Book那边 Custle Hill我觉得是OK的 就是比Custle Hill我个人觉得强一些 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哪呢 就是我个人每次去山区的时候 觉得山区这个区域的话 它的已经是有一些超负荷 就是它涌进的人口 和它本身的承载能力 就是任何时间就是从这种老的山区 这边出外的话 就是非常的堵 然后Custle Hill的帽人非常多 找停车位也比较困难 所以感觉开车不是很方便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倾向Baga Vista这个区域 因为它离这个M7比较近 一会就上高速公务 然后也有很多大宅 就是那种大家喜欢那种大宅 而且目前这个Novice的区域 还是在处在一个开发的阶段 所以这个区域我认为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Baga Vista 就是山区这里边 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不太喜欢 就是华人过多的一个区域 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华人或怎么样 是我不喜欢任何一个区域 单一民族它是占逐流的 比如说什么印度人 华人或者阿拉伯人这种东西 因为当一个区域的话 完全是少数的单一民族为主的时候 这个其他族域就不会进来 白人肯定是不会去买的 但是其他的区域 你比如说你像找一个区域 全都是黎巴南人 比如说黎坑本 你华人会去那置业吗 不会去那边 哪怕说那边有个不错的伊斯兰学校 你也不会让孩子送到伊斯兰学校 对不对 有些区域的话 像什么Winterworthville 潘道休 像Winterworth小学也不错 是不是 房价也不是说特别贵 但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那边置月 为什么 一方面当然Winterworthville这边的话 公寓很多 另一方面是印度人为主 所以你也不喜欢这样的区域 所以我们不喜欢一个单一族裔为主的区域 我们还是希望族裔的分布 是比较平均一些 这是一方面 第二点的话 就是华人买250万只以下的这些区域里面 其实它的主力居 还是以这种做小生意为主的 这种居民为主 就自己做个小生意 或者说老公和老婆一个人做生意 然后令人去打工的情况 这种家庭结构 它其实是没有早久晚午的一个需求 就是它不一定非要住在哪 比如说我在City上班 我要住得离City近一些 住的地方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你会发现华人的区域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推崇Iping Iping之后又推崇Nose Iping 等过一阵的话又推崇Chairbrook 等Chairbrook炒完之后又讨Castro Hill 就是华人在选区的时候 其实他的底线就是想 我要买个大宅 比如说室内面积300平的 附近学校好的 在除此之外 他住哪都无所谓 所以其实能住Bcraft的人也能住洪斯比 能住洪斯比的人也能住在山区Castro Hill 其实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太大区别 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 我住这个预算250万 哪个区域的话能够买到最气派的房子 然后当地学校还不错 那我就住哪 华人的韧性是很强的 他不像老外一样说我有个Dream Subur 比如说我这辈子的梦想 我以前听我的林玉讲说 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我要住那Bronkie去 就住在东区这边去 他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住哪都无所谓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一旦华人喜欢的区 在过去有很好的涨幅的时候 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这个区域的房价往往会跑输 为什么 因为太贵了 所以华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区这个价格不值 买在旁边这个区域便宜点不香 对不对 他没有说我非要住这个区 你这个区再好 你贵了我也不住在这个区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山区的话 我比较看好的就是Balavista 虽然我很想做节目 跟大家谈这个事情 也帮客户在那边看房 因为我觉得交通 它这边靠近M7 我觉得未来的话 山区交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商 就是开车的问题 虽然它有了这个metro 但是问题是大部分人 尤其在山区的话 它还是需要开车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给大家的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人在过去一段时间 就逐步是从这个悉尼的巴尔玛达河以南 最后搬到巴尔玛达河以北逐步往山区走 其实就是对空间和教育的一个不可妥协度 尤其是空间 山区提供了大量的这种250万和250万价格以下 能买到的大房大地 所以就完成了我们华人的需求 因为我们要三世同堂 我们希望有一定的空间 有的时候我们做小生意 是不是需要个大的车库 往里面塞一些货 就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 所以山区就会成为我们华人的一个职业的热点 觉得未来的话 就是说华人职业 也是还是会在熟悉的这些区里面 但是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转换 比如这个区太贵的时候 它会去下个区 下个区就是贵了 它又去另外一个区 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好吗 今天就是这期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